《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格格 快去吃饭吧 你这一身油烟味的怪呛人的 你离我远点 格格 您多少就将就点吧 现在这个家不像您刚过门的时候了 洪生堂大药房已经大半年没有开张了 大姑爷把能使唤的人全都辞退了 这么大个家 现在只剩下我们婆子和管家两个下人了 给您做饭得单做一口 我不去厨房 谁管 倒霉 晦气 倒是对门的代价 这半年那可真叫个红火呢 开了个什么大梁站 那可真叫门铁若市呢 我是没上过街怎么着 用得着你说 我可告诉你 姑爷这两天心情不好 刚才你说的那些话要是让她听到了 当心挨打 对不起格格 您别生气 行了行了 你别捡了 我问你 我阿玛这几天怎么样啊 好像还好 还好 难道 她又找着地方 谷到这黑烟膏子了 哎哟 哥哥 我的大姑奶奶 你可得帮你阿玛一半啊 帮你阿玛一半啊 我少帮你了咋着 啊 我嫁到了那家 你就跟着过来享清福了 你现在让我还怎么帮你啊 可您不知道我 我断了有些日子了 你知道它可是你阿玛我的命根子呀 这俗话说啊 瘦衪的骆骆比马大啊 从哪家后院搜出那么多货来 妈姑爷手里头怎么着也得伤点吧 又叫邱哥哥 跟姑爷好好说说 姑爷最听你的话了 让他赏给安王一口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 曹光 帮我把他给轰出去 帮我把他给轰出去 哥哥 求求你 哥哥 哥哥 你去帮你了 你快走吧 王爷 王爷 你快走吧 哥哥 王爷 哥哥他心里已经够苦的了 你就别再给他添堵了 我没他见的 闺女 还哥哥呢 不知道孝敬阿玛 眼睁睁的看着他阿玛死 王爷 哥哥已经有六个月身子了 你还这么逼他 你是什么阿玛 去 把他给我当了 爷 哥哥 这不缺吃不缺穿的 您当他干嘛呀 他可是姑爷专程给您打的呀 当初您就是带着他 进得拉家的门啊 这大喜的物件 叫你当你就当 把他换成钱 给我阿玛 买口烧好的棺材背上 谁叫我摊上这么一个丢人泄眼的阿玛 没了黑哥的 他活不了 他要是死了 我总不能向姑爷要钱给他买棺材吧 去吧 哥哥 去呀 是个狗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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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活哪是您干的 您让管家来吧 去边去 我爹临死之前给我留个话 说在哥哥生孩子之前 我哪都不能去 如果不是每天活动活动筋骨 那我不得憋死啊 是是 大少爷 你看 谁来了 看什么呀 你看看 老大少爷 你听说公公挨了枪子了 咱家遭了大难了 下人们都让您遣散了 你不也说过 早晚 早晚会有一天给我劫回来吗 别 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 你都忘了 再说了 你的娘家不过得挺好的吗 倒是添什么乱呢 走 快走 走走走走 大少爷 大少爷 别跟我哭哭啼啼的啊 如果让哥哥听见了 动了胎气 麻烦可就当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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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战开张十天了 这是账本 你看 免了 蓝老板 别叫 爹 你是一家之主 我早就说过 这家交给你了 对说了 还有三个月 我儿媳妇叫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我在汉天后半辈子 游哄孙子这一件事情就足够了 其他的事情你该不管 阿姨燕秀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种体力活你不能再干了 赶紧过来 坐 那哪行 百天大少爷做生意 晚上当然得让秀伺候了 我是你媳妇 就要别人伺候我还不干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今儿跟老爷子商量呢 家里得顾个佣人 现在帮你干活 真要是生活 他也能照顾你的事 秀知道自己是什么家事 可不敢让别人伺候我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要不这样 干脆把你娘接来得了 我是这么想的啊 你娘一个人在家里啊 肯定是闷得慌 现在能帮着你干点儿活 真要是生了 其娘伺候是多好呢 她伺候我 在家的时候都是我伺候她 现在不一样了 你这都快生了 谢谢大少爷一番好意 说咱俩亲事的时候 我都说了吗 让她一起过来跟咱们住 可是我娘说 她别人说闲话 啥闲话 你就别问了 我娘我知道 她呀就是爱着面子 不好意思到咱们家来吃喝 真等我生了 她一准过来帮忙 到时候再把她留下 就顺理成章了 行 叫什么定 我还得听听 听听我儿子的动静 我又喝 这家伙 腿那么大劲啊 他把牙膜拆掉了 真好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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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睡了吗 大少爷 叫什么叫 行更半夜 叫活那儿 大少爷 咱借也不说话 什么 我亲眼看见 她怎么会掉河了呢 就是啊 听说出了咱家的门啊 一道上都在掉眼泪 见着五列河就往里跳 拉都拉不住 天都快黑了 才把尸首捞出来 有人认识 是咱拿家先前的大少奶奶 就来找我 我去认识 哎哟 真真的是他 大少爷 这人都死了 您急也没用啊 只是 您说 是让他娘家发送啊 还是 屁股 去 你也让管家 一个伤口的棺子 去 是 你 阿陀罗对不起你 有这事 这事 全当咱俩都不知道 小林的 就当什么都没听过 千万别在姑爷面前露出点啥来 是 我的老祖宗 灰气 这太灰气了 赶快烧烧香 把我这屋子好好的熏去 别让那个冤鬼回来找我 我们孩子 你看你爹 对咱俩多好呀 宁愿把这人 给逼死了 也不让他回来 给咱俩俩添堵 哎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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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药房的门早就贴了封条了 你还过来干什么呀 姑爷 我 我断了队吧 我这浑身上下 我心不难受啊 我就想啊 咱们家药房那么大呢 哪儿还找不着两块啊 跟我上上下下 我全都找遍了 没找着 进去吧 姑爷 姑爷快快快快快一点啊 快快快 大少爷 又去打拳呀 咋醒了呢 大少爷 白天做生意那么辛苦 晚上就别去了吧 那可不行 这些年啊 养成习惯了 到这个点 你要不打一趟拳 那是真难受 行了 你好好歇着 咋不事 那个龙女人啊 带了二十多个人 赶了八辆马车 从北边出了城 独眼龙 他的人都没穿兵服 可都带着运家伙 追 弟兄们 都给我进行点 跟着 来了 一 二 三 八辆车 这帮兔崽子 是要赶到龙海去 是商贩 老兄弟们 走山路 朝他五十里 您看看 您再看这 行啊 看这 这么快就值班旗了 我来了个飞鸽传书 让龙海的兄弟们 给准备好了 送过来 他们离这儿近 有两下的 不是我有两下的 全是因为大改的您 您亲自带着兄弟们出来 想要点的 吃的喝的 那咱要是再准备不好 还叫天下第一帮啊 你以为咱们吃 今天破例 在酒里面 多下能安药 明白了 对这帮兔崽子 咱就不能讲规矩了 兄弟们 大赶子说了 多下龙海药 好 弟兄们 抓点急 待会儿进了龙海县城 咱大兵卷入 大兵卷入了 刚出锅的大兵卷入了 停车 站住 站住 刚出锅的 刚出锅的 掌柜子 要不咱就多把这兵买了 这弟兄们都饿了 咱们少这金县城呢 碰到我算你们赶走了 几千金县城 上哪打劲去 我这个 露饼卷肉 多好 今天是那个 钟老园外 给他老太爷 过八十大寿 这方圆百事里 有头有脸的都去了 你们这这么多的手口 这么多的货 恐怕连县城都进不去 上哪吃饭去 要不 不要走了 真是刚出锅的 还热乎着呢 可香了 这弟兄们 弟兄们 吃饭了 慢点 慢点 等会 等会 先给你们 帮家子拿一块 言听 Kern 什么 人 求美 啊 tails 要 什么 上 把 saving 你这坛子里装的是酒吗 是啊 好酒 我这个是买回家娶媳妇用的 要说这两个它不全是酒 这是酒 这个它是水 俺爹给的钱呢 他只够买一坛子的 这个装上水啊 他是为了好挑 兄弟 那这样 咱们两个商量商量 你的这坛的酒跟这坛的水 全卖给我 不行不行不行 我卖给你 我这十几里地 我还要跳过来容易吗 你想想 我多给你点银子 你就是再跑一趟 这弟兄们都渴着呢 你能给多少 二两 我又行不行 他二两 我这多老远你知道 这 二两半 行吧 谢谢谢谢 来来兄弟们 来来喝酒啊 来来来 咱们这是谁 这是酒 来来拿出来 来来小心点我这坛子啊 啊 都给我小心点 谁要是喝醉了不好事 小心我帮了他 来来来来 洗 miihiro 就这坛子啊 interfer佬以后 看看这坛子 他们在乎 都起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起来 2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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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б villagers 太野驴 敢开枪吗 叔叔 枪里有几颗子弹 来啊 你等他 你等他 大胆子 全是黑哥的 要不要把那个 竹尔龙给追回来 咱们碎石万段 不用 为了他死俩弟兄 不值 先把风抱着去 告诉城里人 我要带着这些个黑哥的 在立正门 问问政府那些个官员 这到底是咋回事 好 放开这儿 不好了 我们的货 翻路让戴天理给劫了 什么 你带了那么多的人 手里边留着枪 怎么会叫一个戴天理 不是 您是不知道 他们是用下三岸的手段 用蒙汗药把弟兄们给迷倒了 对了 还有一群叫花子跟着他们 八成早就盯上我们了 最近这群叫花子闹得可凶了 戴天理叫什么头 他们这是有预谋 有组织的想颠覆咱们民国政府啊 报告 房大师您快去看看吧 你这门前为了好多人呢 阿龙啊 你就在我这屋里待着 我不叫你 你哪儿都不能去 快走 哎 哎 五十年来的一群火 到大城的天空降落 到五十年去世纪外来的 五千十年去世纪外来的 我心得让三年永远是 旁边你发的虎山世界 掉了大城的培堂 哎呀 哎 代表这 方兄 您别急 您先看看这些人 哎 就是当兵穿的 您看看 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啊 先生 你们看看他们是老百姓啊 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谁带的兵 龙营长 是他让我们运这些东西的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龙营长 哪个龙营长啊 那个 那个独眼龙 老兄 独眼龙跑得快 我琢磨着肯定给红伙报信去了 您自己看看 这些个黑疙瘩 真的巴扯 肯定是五个月前从那家起货的那批 您说呢 不可能 那些鸦片已经被销毁了 是我亲自批示的 谁监督销毁的 龙营长啊 他不就独眼龙啊 这 这 准是 准是把政府让他销毁那些鸦片给私运了 为了这批黑疙瘩 戴天礼戴扎哥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上 可你们呢 官官相护 还想把这些玩意儿偷偷地运出热和 难道他运出热和了 这不是坑汉的中国人吧 把这个杜尔龙给我们交出来 把杜尔龙交出来 把杜尔龙交出来 怎么样 老龙啊 时间到大了 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 人罪 先把事情给我担下来 哪怕先做个四年五年的牢 我在一天这想办法把你给救出来 坐牢 我为民国革命丢了只眼珠子 挣俩钱还要坐牢 再说 我可是奉您的命令行事 您可千万不能让我坐牢 第二条路 秦贼先心亡 你出去 只要一枪能干倒戴天理 我保证别人出个道理来 哪怕再几个公文 给云鸦片编个理由出来 大不了这钱咱哥俩不挣了 您这主意好 让我向戴天理人罪 门都没有 您等着瞧吧 찮 잡下来 住 住 我来啦 来得正好 看看 看你的人我替你带过来 你押韵的这些个黑疙瘩 你在这儿 政府官员和百姓都验过祸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有话用得着跟你说 老子是国民革命军的营长 干任何事情 当然奉得是军命 而你带着一群叫花子 扰乱老子执行公物 把戴天理给我抓起来 行啊托乱老子 够胆 人赃俱祸 还敢走遍 你就实话说吧 打算把这些黑疙瘩卖哪去 买方是谁啊 打算挣多少黑心钱的你啊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个娜麻子 一直就干着这种丧尽天良的买卖 他就是跟你一起官商购街 你说 你之前是不是就让这些当兵的兄弟 给你救过鸦片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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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血狗喷人你 你们这些当兵的 就不知道什么叫服送命令吗 看不出来戴天理 带着这么多人 围攻都同府 这就是复辟封建 这就是要盗反 来啊 把带头的戴天理给我抓起来 行 听你的话 你押送这些鸦片是奉命行事 那好啊 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清楚 你是奉谁的面 你要把这些鸦片 押送哪去 军事机密 能在这说吗 戴天理 你聚众闹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次居然用蒙汗药 蒙到国民革命军人 还带这么多人围攻都同府 这些人好歹也是穿军装的 像这种乱民都不敢抓 我不抓 我来 今天 我就代表国民政府 枪毙那个带头闹事的匪手 带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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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同龄 这个独眼龙私自贩卖鸦片 还要在政府门前屠杀爱国民众 自有余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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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孟乔 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热和参事 但是今天我要说几句 一个国家强大 不能光靠他的政府 更多的是要靠他的人民 像戴天理这样的爱国爱民之士 就是我任何人的楷模 鼓掌 好 这独眼龙我是不是 死有余辜 销毁那批鸦片 是我请都统先生审批过的 由这个独眼龙负责执行销毁 可是他销毁的 竟然是假鸦片 要是让这么多的鸦片 都运走贩卖 他得害得多少人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啊 戴大哥 我觉得这国民政府咱们不能再信了 而且这些个黑疙瘩也不能再还给他 干脆今天当着这么多父老乡亲的命 你一把火把它点了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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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兄 你看这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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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berian birthday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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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 быть avantão 秘乙权 李德徐在虎门烧了烟 咱们这些国盗主事 也烧烟 他洋鬼子 把这黑疙瘩 愣得咱们国家来 不仅仅是要 挣咱的真金白银 他们是要 亡我们的族 灭我们的主 这咱能答应吗 要想不受洋人欺负 咱就得把这黑疙瘩 给他一把火烧喽 是不是啊 是 洋鬼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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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工这些海面的玩意 大杆子 这毒眼龙啊 他就是罪有应得 这打狗棍今天 可给咱们杆子帮立了齐功了 喝点 这弟兄们都等您回话呢 咱杆子帮 今天跟这是扬眉吐气 立正门前硝烟 大杆子 将来指令跟林泽徐一样 是名垂千古啊 只要您发话 咱马上大摆宴席时 一醉方休 你们喝吧 到您的孩子家等着我 大杆子 怎么干了这么大的事 我看您好像是高兴不起牌似的 才是 还记得我第一天来这儿 你给我报的杆子帮的切口 我当然记得 我没答上来啊 这么长时间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大杆子 其实 我也只是知道上去 不知道下去 对 我曾经问过侯大哥 但侯大哥说 咱们杆子帮的切口 太大 一般兄弟他用不着知道 所以就 那天我给您报上切口 是因为 看打狗棍在您身上 想必侯大哥一定亲口 传过您 咱杆子帮的切口 您指定是知道 知道 不是侯大哥传的 那 那能让兄弟们都听听 抄 小弟们 来 都过来 过来 都给我镜儿敲得 好好听着 打狗棍 专打疯狗恶狗 杆子帮 保家卫国兴邦 保家卫国兴邦 多大的气负 这才称得上天下第一帮 兄弟们 今天用打狗棍 打死第一条恶狗分手 也算对得起咱祖先了 我就琢磨着 这根打狗棍 在这儿签供上的十天 接接咱们祖师爷的先劲 好嘞 好嘞 江都董从北京回来了 对今日立正门外之事 非常地生气 不错 龙鹰长剑材起义 私运了鸦片 可是戴天离 竟视民国政府为摆设 当众杀人 连审都不让咱们审 还带了那么多的人 大张旗鼓地闹事 这是什么局限呢 确实值得揣测 江都董的意思是 先把他带回来问一问 看看他背后 有没有复辟势力 给他当后台 是 爹 爹 爹 大少爷 走走走 这干吗呢 天离啊 金正儿 我把亲家母都请来了 我们大家好好地喝上几重 大少爷 今儿你的立正门烧那些黑疙瘩 连我都觉得脸上有光 你不知道 从二仙君到三道牌楼 有多少人给我鞠躬吗 因为他们知道 您是我姑爷 大快人心 这才叫大快人心呢 就是 哪有老百姓不恨黑疙瘩的 多少人被害的 卖房卖地 卖儿卖女的 大少爷 您干得漂亮 大家里 你出来 爹 我去看看 大兄弟 找我有事 你就是个糊涂蛋 啥事啊 你把我给骂糊涂了 我巴瑞德这么直的心眼 我都看得出来 独二龙背后那是有人指使 你想想 摆明了那是独二龙 跟拿麻子官匪勾结 贩卖鸦片 拿麻子被强毙了 独二龙是怎么拖到嘴 那批鸦片 一压压了四五个月都没被销毁 最近才被销毁 还偏偏让他独二龙来执行 咋着 热河独通府 就没第二个人能干这事了 这不明摆着 他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贼吗 大兄弟 这事我也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你一棍子打死他 独二龙承认自己贩卖鸦片了吗 你这叫当众行凶 你断了人家的财路 他背后那个大贼 本来就恨你 你现在的 给人家一个现成的罪 你就等死吧你 八兄弟 不瞒你说 我也没想打死他 可是他掏枪了你知道吗 那就先下手为枪 就失手了 行了 打死打死吧 那是条恶狗 你该着 我爹做了一桌的好菜 走 给我酒喝一种 你还有心思喝酒 咋的 对不住了 少赔了 我这功夫啊 我不如拉点脚钱去弄 车是你的车 啥脚钱不脚钱 走 干吗这是 大天理 跟我走一趟吗 等等 我们家天理 没犯什么事吗 凭什么给你走 大天理 你也不用下成这样 我们这也是奉上头的命令 请你儿子回去问个话 请 有你这么请法吗 我们天理 为政府办这么大的事 你们说声请 来十几个弟兄 拿了枪 这么个请法 有这么请的吗 先把枪收起来 爹 看到了 没事 怎么都出来了 该吃吃该喝喝 别等我啊 爹 你赶紧回去吧 没事 那 那也吃了饭走啊 就是啊 警察长官 你们能不能等等 让我们家大少爷 把饭吃了再走啊 这也不好吧 酒厅管饭 听听了啊 管饭 那有啥事啊 你忘了 行了 回头啊 走 兄弟 收 走 不是求来问点事吗 这要干吗 大天理 那些教华子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都说了吗 他就是教华子 我知道 你从小练武了 成天带着一帮魂球无赖 晃着街往街上走 没人敢惹你 但是你得清楚 这是什么地方 我再问你一遍 那些教华子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听不懂中国话呀 他就叫教华子 今天在立帐门前 你们是有组织 有预谋的闹事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想推翻民国政府 复辟封建 我再问你一句 你们的幕后指使是谁 方梦秋 去 把你的方才是给我叫来 我跟他说话 叫方才是 我明白了 你是想贿赂政府官员 我